本节目由车热初见 良心出品 车热初见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首期车市连连看 这期节目我就跟大家细聊聊飘鱼上的事 其实飘鱼跟方言一样是分地狱的 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各个国家的飘鱼方式也是不同的 那么具体都有啥区别呢 咱视频里见吧 大家心中的飘鱼是这样的 这样的 没错 基本的飘鱼就是这样的 咱就先来看看美帝国主义的飘鱼是啥样的 风秀秀鱼茫茫 大哥我开着龟蛇放牛羊 身披塑料袋脚下七千串 飘一来一了解一下 首档操作猛如虎 测出排气喷火屋 哎哎哎 我擦梦怎么醒了呢 大王魁蛇不过眼 到齐恶魔咱走一走 七里咔嚓一声响 地狱恶魔来人间 这两恶魔的胃口足足有6.2升之大 嗯就跟你家淫水机上的水桶差不多 主要是这么大排量还在激增 啥拉法屁就要把老子干他就完了 飘鱼对不起 我恶魔不会值得走 来到啃书的地盘不提啃书 是不是不给啃书这个面子呀 是不是不给面子啊 啃书一路必漂移 这辆1965年的野马充分展示了啥叫宝刀不老 必闯辉煌 而且这野马可有845马里 Oh my god 这些马得多吃多些草啊 佩服佩服 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崇拜的日本漂移了 大家好 我是土无鬼市 开着我炫酷的JDM 飘移着人生 这就是传说中的日系飘移 无论是酷黑的尼桑350Z还是RX7 都是日系本土玩家的首选车型 当然了还有漂移神座投文之地里的老八六 8686不服就诈 再快也是86 那啥是飘移 欧楼棒子告诉你什么叫极限推头 这位大哥是失控了吗 不不不 他在为下个弯调整车头 牛皮牛皮 兄弟你这样我会晕车的 当然除了在赛道上 欧式飘移还有另一种玩法 飞沙走石 尘土飞扬 噼里啪啦 轻轻来自序列式变速箱的顿挫 每次换挡都仿佛有人在炒你的菊花开大叫 Oh my god 还有最特色的欧洲超跑 虽然超跑都不打适合飘移 但颜值和价格这一块 呵呵呵 有钱真香 走开 你们这些该死的钞票 走开 不要再烦我了 各个国家的飘移方式 大家也都看过了 你更稀罕哪种飘移方式呢 小伙伴们想看什么呢 欢迎留言栏里评论 好啦 本期神经时刻就到这啦 小可爱们我们下期再见